我要买一张闪光灯得买多大劲儿呢 200瓦的闪光灯可以配多大的柔光箱呢 60瓦的LED灯够不够我用的啊 400瓦的灯配个1米2的箱子功率种不种啊 1米辣的柔光箱跟90的比能差多少嘞 我天天天天都说到这种问题啊 我也是服了你们 上来什么情况都不说啊 就是问 我知道你要干嘛呀 我都让你买警备零昊泽1200pro你买嘛 我都让你买布朗你买嘛 还有的 瞪还没冒过了 就说要解活开工作室啊 下礼拜一定有订单 人气得我啊 啊不啊 我佩服啊 我佩服这种人 小弟佩佩佩佩 1米2跟90的箱子差距除了价格可以量化 其他区别要是能量化告诉你差多少的话 我也想给你个给你个表格啊 让你看清楚了我也省事儿 好吧 如果你也这样问过一些前辈 那这期视频记得点赞收藏 千万别再问我啊 问我 就死不知道 就死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视频最后啊 由我这几年总结下来的灯光复件核心三要素 一定记得拿笔抄下来或者收藏下这个视频 我就是站着恰饭不要疼的职业生意赛行者老赞 这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类型的柔光附件 SMDB的Flip 44多边形快开柔光箱 对象线长度110厘米 通常用作主光 除了照亮主体和人物以外啊 还可以在人的眼睛中反射出一个类似圆形的眼神光 今备KE40180最常用的条形龙光枪 无论是人像还是进步拍摄 绝对是勾边打轮廓的力气 它不能做主光吗 当然可以 几年前有一位国外摄影师 专门用两个条形龙光枪拍过一组片子 眼神光反射的效果极为犀利 学校是H90呢 身口变胶炮件反射散 这也是多年来一直被很多灯友追崇的某B牌头牌产品的结构 摄影房的装逼力气 那这个散案比较特殊 它可以在不改变灯壳主体的距离情况下 通过灯头变焦来调整反差 也可以在找到焦点以后 得到一个类似fineer透镜的效果 将更多的有效光照功率抛到更远的距离 这张图就是小五同学用H90拍摄的 利用调焦聚光的效果 将600瓦秒的功率抛摄到距离目标 大概有15到20米左右的距离 其他几张也是借用小五使用H拍摄的样片 有兴趣同学可以关注一下 他的账号叫摄影复能 虽然长得没我帅 但是绝对干货满满 也是因为只要你能静下来心看 一定会有满满收获的UP 买灯的时候记住后面这些 就不会被一些商家和外行带偏了 机顶灯应急 200瓦便携 400瓦影棚起步 600瓦专业够用 1200瓦机以上啥都能干就是沉 那外拍高速同步 400瓦秒的性能功耗比最高 不要只看价格和官方参数 多看看我的评测 一分钱一分货肯定是有原因的 悬灯功率建议大于需求一档 买大是为了收小功率使用的时候 回转速度更快 以及它的电池续航 闪光灯长期满功率使用会影响寿命 多灯环境建议不定期交换主副灯的分组 真正的干货就要来了 请拿好你的笔记本 即使你还不懂灯光附件 这几句话记下来 以后你也会慢慢领悟 第一句 柔光箱越小 越容易控制光照范围 柔光箱越大 越容易控制软硬效果 第二句 灯和主体的距离越近 光照反差越大 灯和主体的距离越远 光照反差越小 第三句 大平光并不等于柔光 怎么样够不够感 这三句关于柔光相光照效果的总结 我知道很多人听着迷惑 没关系 我会分开把每句话单独做成一期视频 进行讲解 各位敬请期待 那么想啥呢 关注啊 收藏啊 想赞呢 音乐分享所以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期再见